大家好,大家好,我又来了,我也来记笔记了,感谢大家围观我记笔记 上周五比较股市比较无聊,我也有点忙,所以说就没有写笔记 把上周五的交易,也就一两个交易,并到今天一起说吧 今天周一,2021年3月22日,今天交易的笔记的主题就是关于加密货币的 因为今天实在其他东西没有什么好说的,太无聊了,股市太无聊了今天 今天就是加密货币大跌,然后我加仓了btcc跟qeth,并且又想突然想到我说我可以用myput的方式 也可以好好比特币的样貌,然后今天我们就得看看今天的交易 对,今天的主题就是说,今天其他的股票一般都是比如像ARK或者一些其他股票 开盘的时候涨得比较猛,后来到了股市结束的时候好像也没有涨太多 大概也就涨百分之一百分之二 但是加密货币,比特币跟以太坊今天好像跌的比较多 一般都跌了,我今天也贴出来了 这是我现在拥有的一些加密货币的投资 一般都跌了百分之三到百分之五 以后这周可能也会找个时间也介绍一下我的,作为一个加拿大股民 你有一些什么途径来投资加密货币,然后可能是这周末发出来 希望大家来捧场,我也贴出来,我今天投资的加密货币的一些投资 主要是买入了15股的BTCZ,买了10块钱 在10块5的时候买了一些,然后还有买了15股的QETH 这是以太坊的一个投资 因为今天我一般的,我一般的元都是每个股票今天跌的时候 跌的越多我买的越多 所以说今天主要是买的是以太坊的BTCZ跟QETH 比特币和以太坊,然后另外一个比较有趣的就是 大家可能关注我也比较知道 从上周开始我就开始期权操作了 然后我今天突然想起来说,灵光一现说 我为什么不可以卖比特币货币的某些金融产品的期权呢 然后查了一下,其实可能作为比特币的 是作为一个比较高风险的投资吧 好像一些ETF或者基金并没有期权交易 可能交易量比较少 但是还是把我发现BTCZ还是比较牛的 不得不说我们加拿大股市虽然有很多不足的地方 但是还有些在比特货币这个方面还是走在美国前面的 或者至少说没有输给美国 所以说我发现BTCZ可以卖期权 所以说我今天就迫不及待的卖出了一首BTCZ 6月18号造期的一个8块钱的期权 因为现在它的价格是10块5 大家有看到我今天10块5买了15股 所以说它的跌到8块钱就相当于可以要接20%到30% 所以说我觉得那个时候就算我不买这首期权 如果它跌到8块钱我肯定也会再加仓加重仓 所以说不如我卖一首期权耗一首羊猫 所以说我就卖了一首如果它能跌到8块钱的时候 我可能会买我可能会比要求行权买100股的 在8块钱买100股相当于800块 800块加元其实也没有多少钱 大概也就五六百美元 所以说这首期权卖了75块钱耗了75块钱羊猫 还挺开心的 然后其他我看看还有什么好说的 其他就是今天我刚才我也说了 所有的那些科技公司的话涨得比较好 都涨了1%2% Facebook也涨了挺多 所以说我就挑了其中一个涨得最少的2KF 就涨了0.5到0.3 我就加仓了265 因为这些公司其实老实说我现在加仓还没有加 我突然发现我现在仓位还是太小 所以说还在找机会加仓 但是又怕加完仓之后站在高高山顶上 所以说加仓的时候还是比较谨慎 仓位控制还是挺重要的 所以说加了255 ARKF在53.45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买了一个加拿大的股西TF XTV 跟之前一样的也是为了以后报税的时候有些方便 然后还有一个两股的特斯拉 这个是上周五买的 是在650的时候买了两股 因为他做上周五特斯拉 我记得好像是跌的 所以我趁他跌的时候买了两股 今天由于ARK又宣布了所谓的对特斯拉的 估值模型和股价预期 说2005年最好能达到多少 三四千 我是不在乎了 反正他说三千跟三万对我来说没有意义了 因为就像再多了不愁一样 你说再多了不愁对吧 你说三千跟三万 对我现在这个股价只有六百多 有什么区别 都是一个遥远的梦想 所以说他爱估价多少就爱估价多少 我可能下次加仓可能会在他 再跌到六百以下 我才会再次加仓 或者是看情形 如果说他能再一下子涨到九百 再回调的话 那是另外一个故事 所以说如果是现在的情形 我应该会在六百之下才会加仓特斯拉 然后其余的就是 今天好像倒是跌的比较多 所以说我还又继续加上了PEJ 是一个消费ETF 我还是继续看好说疫苗出来之后 全面推广之后 我觉得暑假应该是一个消费旺季 然后像迪斯尼或者说AMC 这些公司都是在PEJ里面 我觉得大家还是会想消费的 然后还买了5股的IWM 是Russell 2000的一个小盘股 所以我还是跟PEJ差不多吧 看好经济恢复吧 今天可能大概就这些交易的吧 我也主要讲了一下我的交易思路 今天主题其实就是 比加密货币跌得比较多 所以说我就加仓了一点加密货币 然后但是我支持我个人经验分享 不够人投资建议 因为加密货币就像我说的 风险还是比较高的 我本人的原则还是说 不只占我仓位的2%到3% 我的原则是比特币占我仓位 总投资资金的2% 以太坊占我总投资资金的2% 加下3% 就算如果全部损失掉的话 也在我可以承受的损失范围之内 所以说大家加密货币投资还是要小心 好今天就这样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视频 可以点赞评论订阅转发 如果有开户需求 或者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 可以在评论区问我 如果有什么开户需求 也可以看我的描述区 有一些开户连接 你跟我都可以得到一些推荐奖定 OK 谢谢 今天就这样 拜拜